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12日 已經是星期一了 要繼續和大家跟進阿根廷球王美斯 去北京這件事 他入境 因為持西班牙護照 搞到軒然大波 現在中共很極力掩飾這個真相 就說其實等了20分鐘而已 實際上 搞了足足6個小時 他一直被困擾 上面又說不行 又說 他的護照有問題 然後就說這裏不行 人家即時問你 原來台灣不是中國的 出醜也算是這樣的 這件事還要問 下問就是 這次 這對阿根廷的國家隊 其實是兼負著一個重任 重任是甚麼 就是幫習近平賀秀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6月15日就是習近平的生日 據說 這次是那些拆鞋子 要幫習近平做生日 他們知道習近平 喜歡踢球 所以 他們就已經讀好了 就說要幫習近平慶祝生日 生日怎樣慶祝呢 當然就找他最喜歡的足球項目 來賀一賀他 結果就請了阿根廷球王美斯 還有這個 世界般的冠軍隊成對阿根廷的國家隊 當然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結果呢 搞出大頭髮 原因呢 首先在入境方面已經令到中國出大醜 現在還有一個更醜的地方就是 美斯太受歡迎了 受歡迎的程度 基本上是完全超出他們這群共匪的估計 所有人 都想不到 美斯這麼受歡迎 全國北京都被迫爆了 大量的人在北京的機場等 結果呢 他們因為太害怕了 因為人多得很誇張 好像要暴動 他們就找一些布 白布 圍了一個很大的 圍鐵圍 封住這架車 整個 整個阿根廷的國家隊 都看不到 因為在旅遊巴上 有北京的球迷為了想見到這群 世界冠軍 包了四間酒店 訂了四間不同的酒店 也是五星級的 打算撞 花了十幾萬 花了十幾萬 預約了四個不同地方的酒店 怕他們 不知去哪間 誰知道都是錯 原因就是他們預約不到的 因為 阿根廷 這個國家隊包了四季酒店 這筆錢是誰包呢 這筆錢九成九是中共啦 是不是 整座四季酒店包了 不是中國哪有這樣的能力呀 結果阿根廷 整隊 連同他的球員 職員 很多人 結果整座四季酒店包圍 這件事也不算白了 由於球迷知道了他們去四季酒店之後 哇瘋了 整個 北京好像是暴動 四季酒店外圍到水舌不通 基本上 他們 整班 這班球員 出不了街 因為人多到太誇張了 完完全全出不了街 本身 他們來到酒店之後 預定在11號 去北京的鳥巢體育館 進行賽前訓練 轉飯單位還請了記者導房採訪 但是後來 他們臨時取消了這個 記者會 因為酒店周圍都擠滿了球迷 球隊根本就出不了酒店 球迷不僅是擠滿了 整個四季酒店 鳥巢 人家知道他們會去的也都包圍了 根本車走不了 根本就不敢 他們的球衣 球鞋的贊助商 舉辦了美斯的球迷見面會 但是因為太多人了 中共緊急地要停 說不可以啊 再下去暴動 他們 媒體人直接說 接近內部消息的人放了 他們不要說要走出酒店 連樓層樓上樓下 也是擠滿了 為什麼 因為酒店有相熟的人 酒店也有些官員 想一倒他們的風采 連官員也擠滿了 樓上樓下 因為 他們的酒店 整座四季酒店包了 就不是阿根廷足球隊包了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共產黨包了 他們很多官員 想見到美斯 總之 美斯住哪裏 我就是住哪裏 連樓上樓下 也是擠滿了 那些官員 那些不是普通人 而是官員 所以 他們說根本也不知道怎麼辦 怎麼去呢 其實 過去很多巨星都去過北京 但是這次 根本就是爆到 連原來 他們說全部冷行 周圍都是球迷 好了 這件事 引起了上面的高度警惕 原因是甚麼呢 打算請美斯成對這個阿根廷國家隊來 幫習近平捉獸 幫習近平 其實純粹是幫他賀獸 因為是15日的生日 誰知道 美斯來到 這個瘋狂 根本就是超越了所有人 現在 個個只是有多少美斯 沒有人記得習近平 令到習近平 很尷尬 很沒有面子 沒有面子到怎樣 完全 距離跟賀獸 現在我跟賀獸 還是他跟賀獸 全中國 或者全北京 那個 只是有美斯 大陸形成梅西 因為梅西用普通話就是美斯 一模一樣 梅西 大陸也叫梅建國 說他是福建人 習近平也在福建工作了那麼久了 有親切感是不是 當然是夠了 實際上 習近平很想那些大人物 跟他打卡的 結果這次 這個大人物 光芒漫長到 將習近平 自稱要做紅太陽的習近平 殘得 他的光芒黯然失色 這件事 才是現在最頭痛的問題 究竟當日怎麼主辦呢 人去到這樣 你真的要封路 要戒嚴 北京不戒嚴 人就會衝出來 球迷 難道又鎮壓 又射催淚彈 又出橡膠子彈 又射了27軍 沒有的嘛 沒可能這樣做 結果 這件事爆了 會不會到時整個北京封鎖戒嚴 不准上街 不准出街所有人 直至將他們 送到球場 球場就不讓人入場了 會不會 會不會到時亂 到時 習近平出不出席這個球賽 6月15日對澳洲 阿根廷對澳洲的友誼賽 那麼習近平去不去呢 如果習近平去 是不是要清場呢 整個鳥巢裏面的 那裏侵了10萬個位置 是不是全部要 找公安便衣去辦呢 其實 只是共產黨員 都已經超過10萬 問題 那麼多人怎麼去因別呢 習近平有機會 不去也未定 因為他 面對的風險很大了 整個場面 全部都是 信得過的黨員 首先 你只要審查也要審查很久 究竟趕不趕撤呢 他當時有沒有遇過這個情況呢 有沒有想到光芒那麼厲害呢 打氣波上來 美斯 照計入球就肯定了 對澳洲實績沒有痴眼 如果到時美斯沒有打氣波上來 是不是很尷尬 當他入球了 如果打和 被人追和 甚至乎會輸了 友誼賽而已 大家不會太拼命 友誼第一 玩一下嘛 澳洲也想盡力去 比賽啦 所以有很多不確定性 這個世界沒有一定的踢球的東西 大家都是 都是 友誼第一 第一 首先未必會被拼命 第二 也都 不會被面子 啊 我們就要被面子 讓你贏了 別人拼命上來 阿根廷晚的時候一個輸球怎麼辦呢 很尷尬 到時球迷暴動怎麼辦呢 很多不確定性 共產黨最怕就是這件事 所以呢 接下來 15日那場賽事 其實可能真的要 搞到要閉門作賽 又或者習近平最終也不敢 可能就是晚上邀請他去國宴 最穩陣的就是 日頭就不去了 你就要踢球 晚上踢完球就請他去國宴 或者習近平私人宴會 之而此類 等他就幫他做生日 可能是這樣 如果不是 也不知道怎麼辦 這次這群擦鞋子 可以說 擦鞋子擦著火水 擦著馬腿 擦著馬腿 擦著火水 引起 習近平其實會不會很不滿呢 你請他回來 光芒萬丈 到我都失色 我是紅太陽來嘛 紅太陽也是暗然失色 個個都只是 叫美斯美斯 沒人叫習近平 沒有人說主席萬歲利益 對於這些那麼喜歡人來奉承的人 當然 心裏面 當然不是很滋味 請他有沒有請對呢 當然有 也讓大陸的人 有種 借美斯踩著習近平 你看我們捧他 心裏面是自發的 習近平 萬歲 人人都偷笑 對於 統治者 獨裁者 其實是一個大忌 你找一個光芒 讓他更加厲害的人來 令到他失色 這一節我們分析著那麼多 接下來也會繼續跟進美斯在北京的動向 究竟他能不能出街呢 我想到無人只能夠留在酒店裏面上網 好 這一節暫時說到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6月24日的網咀 我們這幾天會截止 大家就報名了 謝謝 拜拜